接下來是課本的例題 問的很簡單 記證 創造一個200公尺22秒的世界紀錄 請問你他的平均速率是多少 因為 在這裡沒有扯到方向的問題 所以他算的叫做速率 速率就是路程 路徑長處理時間 200公尺就是200公尺 對不起我做錯一件事 這是要問你們的 結果我就報答案了沒關係 我們上午下禮再問就好 就是很簡單就是路程去除以 時間 然後呢就是花多少的時間走多長的距離 我的公式寫的跟我們的位移是一樣 可是你用到的不是位移是路程而已 所以就是200除以22加上就是9.09 就解決掉 OK 小事一樁 這是課本的簡單立體 簡單立體 這是我們前面的算法嘛 距離除以時間算出我要的東西 然後這要是所謂的放煙火 放煙火 他說要避免危險 要點燃隱性之後要迅速的跑開 他說隱性之後以每秒8公尺的速度跑離現場 然後呢要爆80公尺的安全點 然後呢煙火才會恰好引爆 這個時候請問你我說多少時間 這也是立體 立體通常都是那種最簡單最基本的 沒有什麼程度的問題 OK 幾秒 這就是80公尺 每秒跑8公尺 80公尺要跑幾秒的意思 OK 來帥哥男 帥哥男是31號 A 你坐下 我們前面有我們前面有距離有時間算 速度速率 那現在呢是有速率呢 有速率有距離去算時間嘛 當然 時間就是距離去除以速度你公式瞧一瞧一向就曉得了 所以呢 我們有80公尺的距離除以我們的速率呢是每秒8公尺算是花10秒鐘 這都是 立體裡面問的一些非常簡單非常基本的問題 應該OK 應該OK沒有什麼特別的疑問 下一題我們常出現數字不一樣可是意思一樣 我們有人是變成上山下山啊 這裡叫做兩個鎮的距離 12公里 騎過去的時候時速3公里 回來的時候時速6公里 請問你全程的平均速率多少 我先告訴你 標準的錯誤做法就是加起來除以2 3加6除以2變4.5就沒答案你就亂猜一個 不是 他如果有右打選項他應該放個4.5讓你去選那個 那是錯的 加起來除以2是錯的 請記住什麼叫做平均速率 平均值就是全部有多少的距離 然後我花多少的時間 然後中間快慢不管 這樣算出來的 所以你就要問這個人到底從頭到尾 走了多長 然後從頭到尾花了多少時間 然後你就會算出我的平均值 我再說一次 標準的錯算是加起來除以2 那是錯的 你把3加6除以2變4.5是錯的 請問你 他的平均速率應該是多少 我已經幾乎是民視的告訴你做法了 你要把 你要把 他全部花的是 走的是多遠 除以全部的時間 除以全部的時間 請問你 這樣是多少 這樣是多少 應該要找可愛小女生是嗎 可愛小女生叫做Lucky7 7號 多少 C 請坐 你答案選的叫做C 來 來回總共走了24公里 去12公里 去12公里回來12公里 剛才有去算時間有沒有 剛才有個算時間 煙火那個算時間的 所以我一樣 去的時候總共花4小時 回來的時候總共花2小時 合起來總共花6小時 所以 總共走24公里 我花6小時 所以24除以6叫做 每小時 14公里 答案C 剛才有人在底下 誰誰的按的時候說 答案是A 有一種情況 答案是A 哪一種情況 答案是A 他問什麼時候答案是A 對很好 他問平均速度的時候是A 為什麼平均速度的時候是A 他回到原點 有沒有位移 沒有位移是0 除以時間 還是0 所以 也就是這種題目有兩種問法 有一種人問平均速度 有一種人問平均速率 答案是不一樣 一種人問平均速度 答案是不一樣 這要請你能夠了解 OK嗎 OK OK